Hello 各位Yelos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個影片很特別喔,因為我們快要到2020年了嘛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來聊一下我們應該怎麼訂目標 然後訂目標的重要性呢 所以我就在這個影片邀請了一位嘉賓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為什麼訂目標很重要 那如果你訂目標然後沒有時間去完成它那應該怎麼辦 其實這位嘉賓就是左邊茶水間的主持人Zoe 所以今天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些訂目標的選擇 然後為什麼訂目標很重要 OK,那好,不說錯,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嗨,大家好,我是Zoe 好開心喔,這是第二次來到藥的頻道 然後我是左邊茶水間的主持人 那這個Podcast主要是在分享有關遠距工作、自我成長還有平台經營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聊聊要怎麼樣設立目標 要也是一個蠻會設立目標的YouTuber 所以我很期待這一集我們的選擇 OK,那我們首先要聊一下就是為什麼要訂目標 很多人都講說訂目標,訂目標是什麼 那我覺得可以反過來問就是為什麼不訂目標呢 會有人就好奇這個問題嗎,為什麼不訂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訂什麼目標啊 就像我不知道你之前會不會這樣子 但是之前的我,我就知道我應該要達到財富自由或是做理財的 但是我不知道目標要怎麼訂,剛開始的時候 那我覺得在那個情況應該是說你有個大方向 可是因為你完全對這個領域不熟悉 所以你可能就不知道說 嗯,欸我第一個是要從哪本書開始唸 啊唸完了之後,然後呢 我是要去網站上申請帳號嗎 就這個現在說來都容易,因為你都已經知道了 可是就是 如果說一開始可能只是像要一樣有一個大方向 我覺得訂目標的好處就是 get like way more done 你以為你不訂目標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創意啊突然怕爆出來 可是我發現我啦 我猜你可能也是,就是如果說真的有訂的話 你會完成的事情真的比你不訂還要多 所以一開始不知道要怎麼訂的話可能就是 先從看人家怎麼做開始吧 或網路上趴為 對我而言來說就是我沒有在訂目標的時候呢 我會很多事情想要做 比如說像做這個,做一兩個禮拜 就想有新的東西出現,就要想要做另外一個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會有越來越多事情要做 所以到底要做哪一個 然後我是那種就是很多點子很多idea的 也是因為這樣就很容易被分心啊 就你原本想要達到的事情就沒有達到 因為你一直想要做別的事情嘛 所以就,這是訂目標的好處 你就很清楚自己的fly path 這樣你就知道怎麼飛 如果講到訂目標,你會覺得時間管理在訂目標裡面重要嗎? oh my god,講到時間管理 我真的不是一個非常很會管理時間的人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呢,早上一大早就開始起床工作嘛 然後工作工作到下午呢,就工作做完了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呢,我一大早起床就坐在那邊什麼都不做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才發現 oh my god,自己什麼都還沒有做 所以呢,就做到半夜這樣子 所以你是很看你當天心情的人喔? 我不想要這樣子,但是我就是這樣子 呵呵呵呵 所以你覺得一早上什麼都沒做是因為那天被其他事情分心嗎? 嗯...其實呢,我都會怪自己一些壞習慣啊 比如說像是看youtube啊,追劇啊 或是坐在沙發上一直滑手機啊 那些都會很容易就會讓你忘記時間耶 那些事 真的是這樣 對,所以如果我那一天很忙很忙 我知道很多事情要做的時候呢 我就不敢坐在沙發上 我一坐下來呢,就會一定會忘記時間 我不敢坐沙發啊 我覺得這一點蠻...還蠻開心的 我應該還蠻算會時間管理的人 可是我覺得那個當然不是一直都是嘛 以前不是 然後可能也跟要一樣在家工作 就你會發現說 因為你在家工作,所以你不用幾點起床 那有的時候你就會睡到很晚 那有的時候你就會追個劇配個午餐 然後你其實下午兩三點才開始做事 然後你就會做到晚上十點十一點 因為你做不完 然後你又只好到可能一兩點才睡 然後我後來又覺得說我超不喜歡 超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想一些方式來讓我隔天比較有效率一點 然後包含 我覺得前一天先寫下來明天要做什麼還蠻... 對我來說蠻有效的 是因為我發現我會花很多時間在想我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你當然有很多事情你知道要做 可是熊熊就假設你完全沒有一個筆記本 然後你就打開電腦 你一定會花至少三秒在那邊想好 我現在要做的是... 你懂嗎? 就是你要想一下 如果說你有一個記錄 記下來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第一個完成就是做第二個 然後再做第三個的話 你的效率就會好超多 因為你會省下很多人在那邊 就是待掉的時間 對啦 那我的觀眾很多人都會寫信問我一個問題就是呢 他們不知道要訂什麼目標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啊 這個可能會有點像是我們第一個有聊到的 有時候你會有個大方向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為了達成這個大目標 你需要做哪些小目標 應該是這樣 所以方法很多嘛 很簡單 例如你直接問人啊 你問有經驗的人 問你身邊的朋友或你查資料 就是上網Google 是最快的 那或者你也可以看書啊 然後或者是 可能你在YouTube上面找一找就會有相關的資料 那這可能是第一個你先去 收集靈感的方式 那這個靈感可能就可以是你目前 可以定的一種目標嘛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 完完全全連自己想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非常的迷惘 如果說你感到很迷惘 應該就是你對現況有點不滿意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要去找出那你不滿意的點在哪邊 不然你就不會感到很迷惘 不然你也不會來看現在這個影片對不對 就是有問題了才會來看 所以就是先找出來 那你想要改善的地方是哪 或者你覺得自己缺乏的地方是哪邊 然後我們就先把那個作為你的現階段可能是短期的目標就好 就先把這些眼前的事情解決 那之後再來看要做什麼其他的目標 對啊 那對我來說最好用的一個方式呢 就是先想像自己已經完成那件事了 然後呢當你完成那件事之後呢 你再往回看喔 你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才達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這是我之前常常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在2020年我有一些目標嘛 然後我就有做了一個練習就是呢 我先想像自己已經完成這些目標了 然後呢 我再回想一下 1月的時候我做了什麼 2月的時候我做了什麼 3月的時候我做了什麼 然後做這些事之後我達到什麼目標 這樣子呢 我就會比較清楚一點或許啦 但是不是說你訂了這些目標 你一定會做到 或是說你一定會找到這些東西 它只是一個 可以說是大概的方向 不是說很精準 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嘛 嗯哼 有可能你訂說你1月的時候 要銷售達到80萬美金好了 然後結果呢 你還沒有到1月你就已經完成這個目標 那所以呢 那那個月是不是 你要做別的東西 還是你覺得說 那個月我應該要懶散一點 呵呵 那如果你1月懶散的話 有可能要帶動其他的月份你知道嗎 所以有可能你要隨機應變 嗯真的是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目標要訂幾個比較好啊 就是會不會有人想要訂很多 然後就覺得這樣子日子可能會比較精彩一點 嗯我自己呢 我會這樣子分喔 四季嘛一年四季 一季一個目標 嗯 對 然後呢 每個月呢 再一個小目標 然後再分成每個禮拜要做什麼事情 來達到這個月的目標 再來每天呢 我會分三件事 三件事就好了 一個一天只做三件事 因為你在 一定再多也做不完啊 嗯 像我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目標 我就會寫在我的便利貼上面 然後我會放在我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 今天我要安排兩個YouTube影片 然後拍一個課程的影片 然後回覆email 呵呵 很簡單 但是就已經足夠了 這個絕對會花你一整片 呵呵 對 這個會花一整片 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在安排目標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遇到這種狀況就是 因為看起來很簡單 你在安排的時候看起來很簡單 所以就排了一大堆 對 什麼回覆email 殊不知花了你兩小時 對 然後或是說像我安排YouTube影片 我看起來就說 按了兩個影片而已嘛 可能半個小時就安排完了 結果你做的時候 你才發現其實不止半個小時 有可能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所以不要排太多 然後就 我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我會做這樣子 就比如說九點做什麼 九點半做什麼 九點四十五分做什麼 這麼仔細 對 然後如果假設說現在九點三十我沒有做完 然後九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我沒有接到那件事情 我會很沮喪 然後把接下來的事情都不做 Oh my god 我覺得這可能會有點像是我追劇欸 就有的時候我追一部電視劇 然後它是有檔期的嘛 下個禮拜 然後如果下個禮拜有事 我就落掉一集 然後我就會覺得算了算了我之後不看了 完全都沒有感覺說可以補看那一集 然後再去看接下來那集 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子 這看每個人不一樣 那你怎麼定 我通常 這五個我就會再去把它分成週 週計畫 就例如稍微給個進度嘛 就是第一個進度第二個進度 就是給那個百分比 例如什麼20% 20%這樣子 25%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追蹤說 我是不是這個禮拜的進度比較慢 那我下個禮拜可能要加班多一點囉 或者是我第一個禮拜的進度還不錯 那我下個禮拜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去做那些比較不要緊的事 就是你可能會發現你的計畫裡面 有一些是要緊 然後有一些是不是那麼急的事 就可以改在那個時間點來做 那你現在替自己工作 你怎麼加班,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週末,就是我會盡量想要配合我先生的上班時間 例如說他有週休二日,那我就週休二日不工作 然後我就跟他出去玩 那如果我做不完的話,我就得工作 就六日就得工作 你有這樣子給自己設定嗎? 我會盡量耶,因為我盡量想說 因為我男朋友是上班族 所以我希望在他下班的時候我不要工作 然後週六週日的時候也希望可以比較多時間陪家人 但是好難喔 所以你還是花了多時間工作嗎? 對,會 然後就你會發,如果你來我家我可能 好啦,你來,我就會招待你,我就會陪你 但是如果你住在這邊住了一個禮拜 我就跟你熟了,就是熟悉那個感覺之後 你就會發現我一直待在辦公室裡面 天啊,那會不會男朋友抱怨? 會啊,他常抱怨啊,就是有時候比如說 像是我在準備我的課程,我在寫課程的時候 他就說,有時候寫到10點11點我還在寫嘛 然後他就說,現在是不是要睡覺之類的 然後他就很passive aggressive,但在那邊 我先生也會 他剛剛才跟我就是預約了兩個時段 就是說16號叫我不要工作 他說16號那天我們要約起來喔 你不要排其他的工作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不嫌約 就可能約出去我們一起好好的吃飯散步看電影 那我就一定會排工作的事 OK 那你先生還蠻厲害,他會跟你約好時間 像我男朋友喔,他就是 我想這禮拜去看電影 就很突然 這禮拜是哪一天幾點,你要跟我講 你知道嗎? 你不能說這禮拜,這禮拜要很多天啊 是哪一天 你突然就冒出說今天我要去看電影 我怎麼能夠安排時間跟你去看 那他那時候也算是很隨性的 對,他很隨性 你趕快要跟他講啊 然後他不是說他 他有跟我說他要買聖誕禮物給我 然後我都還沒有看他準備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拿不到聖誕禮物 好可怕喔 那你每天都有 每天一定會有突發狀況 就是打亂你的目標嗎? 那這個時候你會怎麼辦啊? 我覺得這個時候 觀眾或者是我啊 每個人啊 可以去學會養成一個很重要的技能 就是去分辨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定好的目標都被打亂 是因為你不小心花太多時間做那些無謂小事 就是所事 然後如果說你能夠確定哪些事情真正重要 你就可以確定你完成的事情是重要的事 而不是那些無聊小事 那你就不會覺得說我訂好的東西都被打亂了 當然事情會一直冒出來嘛 可是我覺得冒出來的時候你就判斷一下 這個是判斷可能會說大概需要花我多久 到底有多急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呢?一定要我來做嗎? 然後或者是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那如果說我現在不做的話 我下一個時間點哪個時間點可以做 就是想一下 你就不會覺得很亂了 那怎麼知道哪件事情真的重要 就像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嗎? 什麼事情是重要? 他們沒有辦法分辨 那對我來講是 我還是會回到我當初剛剛講的 就是先想像好你已經完成你的目標了 然後你就往回推 我現在做了那件新的新加入的事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目標 還是會帶給我什麼結果 如果沒有什麼結果的話就不要去做 就像是在花錢一樣 花錢因為我們要一直投資 投資自己然後存錢 然後去每個月投資嘛 所以一定要控制一筆錢來 那有時候就會想說 買個東西啊 買個包包買個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要突然冒出來要你買 因為你很需要它 那這個時候你就問自己說 我願不願意花 多花幾年的時間去努力 因為我現在想要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問自己同樣的問題 因為時間比金錢還珍貴嘛 嗯嗯嗯嗯 我覺得如果說分辨不清楚 哪些事情很重要的話 應該就要回去看那個大的picture嘛 就是例如說 你不是有定週目標嗎 你不是有定這個月的目標 甚至是季目標嗎 你想你想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跟那個你這禮拜要完成的事情 就是同一件事情嗎 有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 就例如說我跟要 然後現在好像都在趕課程 那有時候冒出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 例如說要寫課綱 然後要錄課綱 然後突然之間冒出一個 一個可能email 然後email問你說 請問分期付款要怎麼分期付款 你就會知道說 你心裡面會有一個感覺是 好想要趕快回 因為這個第一個可能蠻簡單的 回一個信蠻簡單的 然後第二個可能就是 你會想說這是一個顧客 潛在顧客那他有付錢的問題 可是就是你可能會撥下你的 很專注的時間 然後去忙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就當你在忙的時候 你也可以想一些辦法 就是不要讓其他的事情 突然就是叮叮咚咚咚 跑出來提醒你 然後可能先關個靜音啊 甚至是那些東西你 像我們可以是交給助理來回覆嗎 就好像不用就是你花多一點心神 去分散你的助理的感覺 像我現在回覆email 我還是自己回 所以有時候呢真的會 我很爛的回覆email 所以我都會 比如說星期幾啊會回覆這樣子 我不會每天都會回覆 那難道不會有人就說 怎麼都會那麼慢 會啊 一定會吧 會一定會有 但是你要看那個重要度 比如說像廠商呢 如果你一直炒的話就算了 就算了 不缺這個廠商 對啊 如果是粉絲來信的話 我會盡量快一點回覆 嗯 嗯 欸那你現在 你剛剛有說你在準備一個新的課程 那是什麼 課程 嘿 好 好開心終於來問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悶很久了 他悶很久了 對 一直很想講 有沒有 這個課程的名字叫做Dream to Go 那Go是那個目標的那個G-O-A-M 那這個課程的中文名字叫做人生設計思考 那他主要呢 就是在教你要怎麼樣用設計思考去規劃你的目標 然後去甚至規劃你的人生 然後呢 這堂課目前已經有大概150位學生加入了 我觀察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可能現階段很迷惘啊 然後就像剛剛說的 不知道目標怎麼定 甚至不知道未來的方向 或者是也有一群人士 有好多好多想法 我定了好多目標 但是 就是最終都沒有完成 就是完成率低得很可憐 那在這堂課程裡面 我就會用設計思考的脈絡 然後教你喔 那你要定目標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做計畫 以及你要怎麼樣找到屬於你的核心目標吧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現代很多人是 定了一大堆目標之後 然後最終會發現那個是別人的目標 別人想要你做的目標 別人的夢想 對別人的夢想 不是你自己的 這裡我可以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一直很想要割雙眼皮 因為我一直都是單眼皮 然後呢我每年都有一個計畫 就是我非常努力想要存錢 因為高中生很窮 然後我就想要去存錢割雙眼皮 然後很有意思的是我每當我快要存到錢 或者是我朋友就會介紹一個什麼很便宜的蜜衣有沒有 高中生都會這樣亂介紹 然後在那個當下我就會突然又不想要縫雙眼皮了 反正那是高中的事嘛 那經過了好幾年我就開始比較有在學習設計思考之後 我就發現那一直都是別人的目標 就一個社會的期望 就是我沒有自己想要有雙眼皮 就其實我本人不是那麼的在意 可是可能這個社會就會說 喔大眼睛美女啊 或者是你知道你要有雙眼皮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像會有一種感覺是 我必須要有 這樣子人家才會覺得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就是多年之後我發現其實我自己不是真心的想要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的在乎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就是會 因為如果說你不知道要怎麼樣去找到你的核心目標的話 你會做很多類似的事情 例如說考研究所啊 考公職啊 或者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甚至結婚 有蠻多很可怕的有到結婚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到最後就會發現 嗯 你知道嗎 就好像不是別人的理想生活 不是我的理想生活 這就是很多我的觀眾也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耶我要不要念大學 要不要念大學 念大學要念什麼 就是你要問自己你想不想要 不是說社會要你做你就要做 只是念大學要念大學的好處跟壞處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講到好處沒有講到那個壞處 所以你要想一下你想不想要那樣子的生活 你想不想要去念大學你要問自己而不是要問我 嗯 對 因為你問我我等一下跟你講個答案 你就覺得說那是你的答案 那不是你的答案那是我給你的答案 真的呀 而且我覺得有趣的一點是 現在很多人他們會在網路上尋求資料 有可能是因為身邊沒人可問 然後所以看到網路上看到藥 然後覺得藥好像懂一些東西 那我來問藥 可就是對藥而言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他也不知道你之前的背景嘛 就是完完全全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依據 去針對你回答一個客製化 就適合你的回答 所以其實問了也不準 你要問自己 就花時間了解自己是誰 所以你這個課程呢 你會教別人怎麼去認識自己 然後定自己的目標嗎 是是 我們在第一單元跟第二單元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去尋找你的核心 包含你的 你對於你自己的目標 甚至是未來的心態是什麼 因為有蠻多人會是那種 定型心態的人嘛 就例如說他 他在一件事情還沒有發生 就會先下一個定論 或者是他會依照他過往的一些經驗 來判斷未來的 未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就必須要知道 要怎麼樣用比較有效的方式 去改善這樣的心態 因為他真的會影響到你 你之後做出來的目標會不會達成 以及結果會怎麼樣 對 然後後續呢 大概在第三單元 第四單元還有第五單元 我們總共有五個單元嘛 那在後續的單元就會交比較實際的 就是例如說怎麼分辨 剛剛說到那個 你的目標的重要 重要程度還有可行程度 可行程度就是你的掌控 你自己自身的掌控有多少 有的時候你想要做一個目標 並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嘛 例如說 找到下一份工作 就是你確實是可以拼命的找 但是最終會不會錄取是另外一回事嘛 就是這個的有某部分的掌控權 是在其他人手上的 就是面對那樣的情況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處理 OK OK 所以如果你對Zoe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就參考影片下面的連結 可以省二十美元 是Zoe專門給我們的頻道 Yellers們的一個優惠 再來就點下面的連結交課程 來定你2020年或是人生的目標 OK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Zoe你還要跟大家說什麼嗎 只有一分鐘喔 如果說要看下半部的影片 可以到我的頻道喔 OK 那如果你還想要看下半部的影片的話 記得到Zoe的頻道去看 然後接下來我會拍一個 我怎麼利用便利貼定我2020年的目標 如果你想看的話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